我知道了,我现在就起 我叫小婉 昨天刚刚被卖给了这个老男人 他特别丑,而且脾气不好 他昨天还价报了我 我发誓要让他付出代价 不说了,先去赚钱 老板,我来了 钱和工具都在箱子里拿 打完路后,自己拿吧 终于快干完了 老板木头放在箱子里了 老板再见 去报仇吧 你干什么 当然是S了你 都S了,还要麻烦我 拿上这些钱去整容吧 好麻烦直接砸掉吧 老板你好,我要整容 好的小姐,楼上一号 老板说的应该就是这了 你好,我要整容 好的小姐姐,请躺在床上 小姐姐整好了起来吧 整得真不错 老板多少钱 六千四百元 先去找个房子吧 你好,我要租房 你好,老板,我要租房 好的小姐 未完待细 应该就是这里了 感觉还不错,先去一下吧 呼,赶紧去新租的店看一下吧 也不知道怎么样 老板来两份饺子 好的客人,请收等 终于送好了 也不知道味道怎么样 这是您的饺子,请慢用 这是您的饺子,请慢用 老板,你给我过来 来了来了 你自己尝尝你做的饺子 能吃吗 抱歉,我不知道这么难吃 给你免单可以吗 这还差不多小美我们走 怎么样才能做出好吃的饺子呢 算了,先收拾一下吧 时间不早了 先回家睡觉吧 咦,这是什么地方 刚来的时候怎么没发现 哇,好漂亮 你好老板,你这里的娃娃都好真啊 小姑娘你做出来的饺子是不是非常的不好吃 前往密道吧,她会给你答案的 这,怎么关了这么多人 这,这怎么这么多人 还是去问一下老婆婆是怎么回事 那密室为什么那么多人 小姑娘这就是能让你饺子变好吃的秘密两组 好的,谢谢老婆婆 OS,这也太残忍了 不管了,试试吧 你要干什么 时间不早了,收拾收拾吧 老婆婆我走了,再见 先回家睡一觉吧 OS,如果以后经常这样干 得找个地方了 以我隔壁的店铺好像有人 哈喽,你好呀 你是新来的吗 你好,我是洛洛 是刚刚搬过来的 以后我们就是室友啦 好的,赶紧把他们两个处理一下吧 赶快收拾一下 希望没有被发现 想起来洛洛还叫我去陪他买肉 洛洛我收拾好了 我们走吧 好的 你好老板,我们要买肉 好的,钱给你放到箱子里了 小婉,你不买肉吗 不用了,我今天刚买过 天色不早了 先睡觉吧 明天去试试哪个肉 这一觉睡得真舒服 我记得家附近有一个服装店 应该就是这了,去看看 你好老板,我要买衣服 这个不错 这个不错就这个了 去试一间试一下 嗯,真不错 去店里试试那个肉吧 老板在吗 来了来了 OS刚好试试那个肉 两位小姐姐来点什么 要两份饺子 好的,请稍等 老板好美好啊 好了好了,这就来 你们的两份饺子请慢用 老板,你给我过来 来了来了 OS刚不会被发现了吧 来了来了 小姐,请问怎么了 你的饺子做得这么咸 你让我怎么吃 对不起,对不起 不要投诉我 免单可以吗 快收拾一下吧 我们该回去睡觉了 快去快回吧 我来了 小婉你怎么才来 有点事耽误了 有新货吗 有,都给你 有真的 应该就是你们俩了 你不是那个 饺子店老板吗 难道 呵呵,你知道的太晚了 收拾一下吧 三组 OS,怎么这么贵 我走了,再见 快走吧 快走吧 先把他们两个处理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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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老婆婆 老婆婆帮我找个人 叫什么名字 你知道吗 不知道 我只知道她爱穿蓝色衣服 有点难度 事成之后两组 没问题 那就麻烦你了 老婆婆 谁 OS,怎么那么像 洛洛不行 说出来的话 我先走了 老婆婆婆 没事的 没事的 回去看看洛洛的反应 开个窗 吐吐气吧 不管了 先叫洛洛回家 我先回家了 你今天怎么不奇怪 没有啊 好吧 船子不舒服 小婉记得上楼抛个枣 起来了 落落 来了来了 您好 我们是明明三 有人也说 什么 落落 真的是你 我早就发现 我对你那么好 您怎么能这样对我 您是请跟我们走一趟 去你买肉的地方 就是这里了 咦 小婉 你怎么这么快就来来 你好 我们是警察 一米涉嫌卖人肉 请跟我们走一趟 怎么会这样 好的 警官 您应贩卖人肉 被盖十年 出来以后好好改造 好的 谢谢警官 我们好 我们下宝 calend 我们下宝啊 金 帖庚人肉 我们下宝